我那一个擦擦擦 这个漂亮的女人太惨了 只因与别人家老公出了个差 不料再次被人发现是 她已是树林里的一具暴露女尸 更让人无法接受的是 女人生前遭到了三名男子起害 死状相当之惨烈 而跟她同情的男子 双手被手铐靠在了大树上 她亲眼目睹了这个自己最爱的女人 被三个猥琐男子残忍虐待 2007年11月3日 云南省文山县的护林园 高高兴兴地去山上彩虹散散 然而当她走到一处树林时 突然被眼前的东西惊住了 那家伙好像是一个人躺坐在树边 刚开始大爷还以为 这是生产队里放牛那家伙 在树下睡着了 可等到走近一瞅 突然感觉膀胱一紧 因为她看到的 竟是一具熄火的男性尸体 随即她便拿出遥遥领先的手机 拨打了报警电话 很快警方来到现场进行勘察 从现场来看 男人死状极为惨烈 他双手被绕在树干之上 手腕被手铐所靠住 嘴上被缠绕了胶带 头部已经面目全非 经过法医的初步勘察 确定死者已经死了 死亡原因是受盾气击打头部 导致湿血过多而亡 另外警方还在现场 发现了三双白手套 这似乎说明嫌疑人并非艺人 接下来警方有个疑问 杀过人的粉丝都知道 正常情况下捆人应该用绳子 可这帮人用的却是手铐 难道本次案件的凶手是警务人员 又或者凶手有着某种特殊的嗜好 接下来警方开始兵分夺路 一路人负责对周围居民进行走访 另一路人则是回距离查询 最近有无丢失手铐 然而经过一番的努力 最终却是一无所获 正在警方一筹莫展之时 一名四川女子来到文山报案 声称她的丈夫于五六天前出差到文山 之后就再也联系不上了 得知这个消息后 警方立即让女子对尸体进行辨认 结果证实了 死者正是她的丈夫江少华 据了解江少华四川威远县人 十年四十八岁 她在当地家建筑公司里当经理 而这一次来云南文山 主要是因公务过来出差 此时有了死者信息 警方开始查询江少华的行踪轨迹 以及她最后的通话记录 结果发现 江少华来到文山的目的 根本就不是出差 而是去找一个叫孙艳的山西女人 通过层层追踪 警方了解到 两人间一直保持着让人害羞的关系 而害羞的程度 简直让人无法想象 此时警方一度认为 江少华的死 很有可能跟这个女人有关 于是接下来立即来到 孙艳所居住的出租屋 然而却发现出租屋里 根本就没有人 据孙艳父母所讲 这孩子已经消失四五天了 根本就没有回过家 与此同时 法医这边经过深度的剖析 在死者江少华嘴上的交代里 找到了一根弯曲的毛发 后经过比对 证实了这根毛发 正是孙艳身上的 一时间警方不得不大胆猜测 会不会是两人因为感情问题 导致孙艳联合他人 将江少华给嘎了呢 另一边 面对丈夫的遇害 江少华的妻子悲痛不已 好不容易缓过身来 她又向警方提供了一条线索 据她所称 丈夫出差时 开了一辆黑色本田车 而现在那辆车也不知去向了 经过排查 这辆本田车在10月31日当晚 出现在闻山后犹如人间惩罚 那么这辆车到底去了哪里 此时调查陷入了僵局 时间已经来到了11月7日 这天闻山又发生了一件大事 一名女子报案称 她的丈夫吴勇失踪了 短短半个月发生两起男性失踪案 这不得不让警方引起重视 于是他们立即对吴勇的人际关系 展开调查 结果发现她与妻子关系甚好 平时也并无与人结怨 巧的是她失踪时 也是开了一辆丰田车 并且此时的车也是不知去向 后经研判警方认为这起案件 很有可能与之前江少华 被杀案有密切的关联 随即警方查询了吴勇的银行卡信息 这一查果真找到了突破口 就在吴勇失踪当天凌晨 他的银行卡被人取走了2万元钱 之后又在昆明被取走了剩下的3万 得知这条线索警方大喜 于是立即对两次取钱的监控录像 做了调查 结果文山这边由于监控探透出问题 只看到了嫌疑人的背影 而昆明这边 却拍下了嫌疑人的完整脸部 于是接下来 警方拿着照片 开始在文山县进行摩擦走访 很快一名超市的老板向警方提供线索 据他所称 他们隔壁一家汽车修理店里 有一名男子与该嫌疑人有点像 就连性别也是特别相似 此时的警方立即患上便衣 来到了气修厂进行摩擦 经过一番偷看 警方发现 此时气修厂里 四名小伙正在打扑克 为了不打草惊蛇 警方决定直接一过端 于是加排人手将外围包抄 随即几名体格健壮的民警进入气修店 当四个亮仔看到有人进来时 当时脸色有些变化 此时两边人面面相去 几乎在同一时间四人拔腿就跑 可最终还是被手外面的民警 按在地上摩擦 很快警方将四人一起带回了警局 经过一番望闻问切 分别对四人进行审问 结果警方发现 这四人中有三人参加了最近的两起案件 原来案发当晚 三人一起行走在午夜的冷风中 突然看到江少华带着一位身材非常哇塞的女人 上了一辆本田车 于是几人心生怠念 他们开着面包车一路尾随 随后见四下无人事 直接将江少华逼挺 还没等两人反应过来 三人就将他们靠了起来 并放进了面包车里 之后拉到山上 先是将江少华绑在了树上 随后当着江少华的面 将穿着打扮时尚的孙燕残忍侵害 然而事后他们并没有就此收手 而是将孙燕进行了杀害 接着给埋了起来 而江少华 在目睹了孙燕被虐致死的整个过程之后 他也被几人残忍弄死 随后三人拿走了两人所有钱财后 将面包车开到三公里外进行了焚烧 而本田车也被他们开回汽修厂 进行拆解卖零件 之后半个月 他们以同样的方式将吴勇也给杀害 可让人意外的是 随着调查的深入 警方却发现 这四人间在最近几年作案近二十起 因为一直没有被警方发现 他们开始越发猖獗 最后法院对三人判处了死刑 而另一名同伙 虽然没有参与这两次谋杀 但他却一起进行过谋划 最终也被判处无期徒刑 看到你有一两次套 这两次捩运rüc